如果你不从别人的话,别人会杀了我 就是得不到你就一定要杀掉你 不不不,我妈其实说的是有道理的 因为现在社会上太多这种变态 就是你们不知道吗 我上次看了一个新闻 我跑步真的是不行 我跑一百米之后就死了 那个什么,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女孩也是做模特的 她叫了一辆黑车 然后那个,因为长得挺漂亮的嘛 然后那个黑车师傅 师傅估计刚离婚还是什么 可能比较空虚最近 然后忽然起了色心 再反抗 然后她就把那个小朋友给杀了 杀了之后再抢钱的 先接,先接后接还是先杀后接啊 应该是先接后杀 然后从此以后我家里人不让我坐黑车了 我以前老是觉得坐黑车划算什么的 所以以后要养女儿的话 真的得注意这些东西 不要让她一个人晚上出那个 走夜路啊什么的 黑车就是死了 你没坐过黑车 你算是有点烂 月光显得特别亮 对半是很简单 像是精致装扮 天后才是很简单 在那个中心里 有点烂 还能不能打算 但现在我们的眼睛 真的通俗 不可能啊 你不必太紧张 雪汗也无妨 我要你的 子 我舌山啊 爱要坦荡荡 不要装我多样到天长 要你很善良 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暖 请你看荡荡 至少没有万分的浪漫 我觉得做松江有一点的好处就是 我在市区开车 我那天威威 那个什么 英英姐不是也做过我开车车吗 你觉得我那个开车技术怎么样 说实话 我那天威威 有一个毛病就是 我一直把那个 就是左右的 那个什么转向灯 就是记错 每次往上 往上是右还是左 我每次左转的时候开右 当当 至少没有满分的浪漫 不不不不 转弯的时候我不会刮雨刷的 这点素质我还是有的 好吗 油泉汗也无妨 我要你的自然啊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有泉汗也无妨 我要你的自然啊 啦啦啦啦 现在 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 就现在那个不是有个 拼车软件叫 一搭嘛 就是我从我家打车到公司 就估计得 那个出租车的话估计得一百块左右 但是 哎呀什么鬼 但是我 现在 就是用滴搭的话只要大概三十几块 我来回只要六十几块 但是我是晚上不用的 我 我家里人说晚上不要用这种拼车软件 但是威威上次来我家玩 呃 威威上次来我家玩 她玩到一点钟 她回回去她还是叫的滴搭 而且她还喝了点酒 然后我跟她说 你不要叫滴搭 比较危险 她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然后我偷偷的 撇她下去把那个拼紧 哒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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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本不好用 幕前段时间不是被那个什么什么 聊得 来的吧 尤其是在 看过了那么多的 谢谢112送的6 说什么 对 你可以专门抢我的单 我的浪漫 没那么简单 就能去爱别的 全部看 那个漏胸的主播会越来越少了 不用担心 谁也不用被谁 没有 现在是10点以后 感觉快乐就忙动忙息 感觉累了 车什么的干大干干叫什么黑车啊什么 吃过一次亏之后就那个 些小板哥的猴子 我指的吃亏不是一定要碰到那种强奸犯那种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素颜打黑车 自黑一波的 红红烈烈烈不如瓶颈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哇塞 不两天我们出来唱歌好不好 或者吃龙虾 或者吃火锅 你跳 没那么简单 就能去爱别的 我还想吃哥老关 带你带你 你专车接送就带你 谁也不用被谁管 感觉快乐就忙动忙息 感觉累了就忙动忙息 好 你不服务 要是 或是 不是 都放空自己 别人说的话 所以 来回72公里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ss可以那个 买机票了啊 关上了手机 住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让人着迷 什么都不懂的年纪 曾经最讨喜 所以最开心 曾经 不过三个二 你昨天往买龙虾绝对差评 我要去找老板了 那种龙虾一看就不好吃 要那种小小的 然后它的壳是软软的 然后一咬 那个汁水 小的好吃 但是我每次去买龙虾 我看到那个好多好多了